好 我先请教李院长 你怎么观察这个礼拜的 整个疫情的变化 那第一线的医疗量能的压力 已经到了临界点 从这两个礼拜看起来 应该是太高峰了 量能对两个市来讲 都已经很紧绷 虽然没有错 上个礼拜我们在友台 已经呼吁说 两个市的市长都有权利 医法去征用所有的病房 新北市已经征收百分之十 那也呼吁说所有的医院 把那个轻症的 就刚刚书经姐所讲的 能够尽量够疏散到一般的 单位去做观察治疗 那最好 那也许大家会认为是笑话 哪有这样子 其实我们二三四年前 就看到阿安霍普基斯大学医院 他们开那个乳癌的开刀 开完刀以后 他们就马上送去旅馆里面 然后那护理师跟医师 就会到旅馆去帮这个病人看 换药 这个二三四年前就开始有了 不是现在才发明了这一招 所以其实可以用 在紧急的时候 我们没有病床可以使用 可以用这样子 来减轻这个病房的压力 那院长你怎么观察 现在台湾的疫情的发展跟变化 因为像您刚刚所说的 已经还有四万个 未判读的 没有判读的 所以相信这一两个礼拜 应该这个量差不多 也是这个位阶 所以应该是很快就会突破 然后那个重症跟死亡 应该也会 预期可以增加很多 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说 这两个礼拜是比较难熬 那所以我们很痛心的 看到有些人 还是那么放心的 还是做那些不好的动作 我们现在很不应该了 所以奉献大家全国 都应该上上下下 不管是两个都市也好 或是一文在乡下也好 大家都乖乖的 能够在家里面 不要随便出来 那这个病毒最怕的就是 你出来他就传染给别人 你不出来 守在那边两三个礼拜之后 病毒之间 找不到对窗口 可以传染给别人 他自己就好了 就死了 所以应该是用这样方式 这个其实所谓的 什么围堵政策 什么隔区 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目标就是这样 在台湾如果 你在家里面可以生活好 为什么一定要 不要到外面去游荡干嘛 所以这两个礼拜 大家该买的应该都买过了 所以在家里面 尽量不要出去 那我们这个医院的设备 尽量可以维持到那个功能 那不必要用病床 尽量去把它疏散掉 留给那个真的需要的人 尤其是氧气机 尤其是家户病房 尽量留个 那我们这个医疗的系统 就不会崩溃了 那我请教你 现在看起来 低线的床位确实不够了 所以才会有两人一室的 一个紧急性的做法 那假设是我们的高元期 还没有脱离 未来的确诊 能然是这样的增加的话 有没有可能我们下一个阶段不够的 就变成包含了第一线的医疗设备 比方说呼吸器 就是类似这样 我现在讲的话可能是乌鸦嘴 或者是很难听的话 或者有一些人听起来是不重听的话 可是由于去年以来 我们从欧美国家的疫情的发展来看 我们看去年他们的发展 都是有时间序列差的 就是比方说筛检筛报 急诊筛报 病床不够 病床不够之后 连呼吸器都不够 擦管本身都是奢侈 你选择呼吸器擦谁的管 你能擦几个 那不能擦的人 他没有床也没有呼吸器怎么办 那有一些国家是连氧气机都不够 那我的意思是说 那再往后 我们可能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吗 还是事实上 我们有可能让我们第一线的艰难 不要那么难 船市都是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决策是比较 对我们有利 所以高层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大家现在有一个 plan A plan B 万一是这样子 那我有什么方法来对策它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心里有数 不管是部长也好 或是我们这个小医院的院长也好 都要一个手中 我有这样的plan 那当然如果发生了真的必要的时候 那我们就如何去处理 像现在没有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报名参加市政府 我跟我副院长跟我的主任都报名参加 市政府随所会征调我们 去刚刚讲的那个防疫旅馆等等的 那个单位 需要医务人员我们就去 像我现在的六位妇女同仁都已经 close了 病房不再照顾了 通通请他们去参加这个我们的那个 筛检中心 这剥皮疗塞争中心的 都是我们六位同仁去轮流 去帮他们做支援 例如这样我们都是尽全力的帮忙 医院不要再说 我是为我自己医院的影音打算 不要再有这个做法 不要再想 还是要全力投入才比较好 好我们稍后回来 感谢观看